第十五章 当效基督,勿求己悦 欲骂你人的欲骂,都落在我身上 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 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 但愿赐忍耐安慰的上帝,叫你们彼此同心 效法基督耶稣,一心一口荣耀上帝 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 所以,你们要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 使荣耀归与上帝 我说,基督是为上帝真理作了受割礼人的执事 要证实所应许列祖的话 并叫外邦人因他的怜悯荣耀上帝 如经上所记 因此,我要在外邦中称赞你,歌颂你的名 又说,你们外邦人当与主的百姓一同欢乐 又说,外邦呀,你们当赞美主 万民呀,你们都当重赞他 又有以塞亚说 将来有耶稀的根 就是那兴起来要治理外邦的 外邦人要仰望他 但愿使人有盼望的上帝 恩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 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 为外邦人作基督的博弈 弟兄们,我自己也深信你们是满有良善 充足了诸般的知识 也能彼此劝戒 但我稍微放胆写信给你们 是要提醒你们的记性 特恩上帝所给我的恩典 使我为外邦人作基督耶稣的博弈 作上帝福音的祭司 叫所献上的外邦人 恩着圣灵成为圣洁 可蒙越纳 所以,论到上帝的事 我在基督耶稣里有可夸的 除了基督值我作的那些事 我什么都不敢提 只提他值我言语作为 用神迹歧视的能力 并圣灵的能力 使我帮人顺服 甚至,我从耶路撒冷 直转到以利利古 到处传了基督的福音 不建造在别人的根基上 我立了志向 不在基督的名 被清过的地方传福音 免得建造在别人的根基上 就如经上所记 未曾闻知他信息的 将要汉见 未曾听过的 将要明白 我因多次被拦阻 总不得到你们那里去 但如今在这里 再没有可存的地方 而且这好几年 我切心想望到士班牙去的时候 可以到你们那里 盼望从你们那里经过 得见你们 先与你们彼此交往 心里稍微满足 然后蒙你们送行 但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 供给圣徒 因为马其顿和阿贵亚人 乐意抽出捐行 给耶路撒冷圣徒中的穷人 这固然是他们乐意的 其实也算是所欠的债 恩爱帮人 既然在他们属灵的好处上有份 就当把养生之物 供给他们 等我办完了这事 把这善果向他们交付明白 我就要路过你们那里 往士班牙去 我也晓得去的时候 必带着基督丰盛的恩典而去 保罗求罗马弟兄为己祈祷 弟兄们 我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 又借着圣灵的爱 勸你们与我一同揭力 为我祈求上帝 叫我脱离在犹太不信从的人 也叫我为耶路撒冷所办的捐行 可蒙圣徒越纳 并叫我顺着上帝的旨意 欢欢喜喜的到你们那里 与你们同德安息 愿赐平安的上帝 尚和你们众人同在 阿门